大三重地区的身心障碍朋友有福了 新北市政府在三重区成立第三座 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同时还启动领先全国的单一窗口完整服务 新北市第三座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日前在三重的重新路上开幕 未来可以就近服务大三重地区的身心障碍朋友 身心障碍者他们其实到 在就业上其实还蛮困难的 那如果说他们在资源上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要跑非常多地方 那就是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可以解决他们 就是说不了解资源的状况下 他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寻找到资源 那对他们来说也更便利 那另外我们在中心设立的时候 我们都会找交通方便的地方 那像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除了公车 未来也会有捷运站 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好的服务这样子 之虫中心整合各种资源提供身障朋友 职业辅导评量支持性就业等服务 身障朋友只需要接洽单一窗口就可以获得完整的服务 那是采那个单一窗口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有整合个案管理服务 还有职业辅导评量就业服务 职务再设计 还有一些职业准备跟职业适应的一些服务 之虫中心欢迎涉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临近的身障朋友 或者是有意在新北市就业的身障朋友 打电话来预约服务 天外天新闻方建凯 另外林锦鱼三重采访报道